因為焊廠... 超飽剛剛多耶 inger пять Five Guys的薯條很飽 一杯薯條 還有很多的薯條 早晨 因為太肚子餓了 我決定去Five Guys吃東西 我買了Five Guys回來酒店吃 剛剛起床的眼睛超重 我在Five Guys買了一個小起司漢堡 你看看 它的小起司漢堡 可以看到它小的尺寸是跟香港麥當勞的普通包 大小是差不多 所以我真的應該吃不到正常尺寸 而且它的薯條是超多 還有一杯紫杯薯條之外 它裡面還會令我再多一盤薯條給你 所以會飽死 醬方面我這次也是拿了薯條必備的茄汁 另外我看到它有finegar醋可以拿 所以我就拿來試試 雖然我不知道它會用來點什麼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我之前也吃過一次Five Guys 但是我已經忘記了我那天是點了什麼食物 那我這次的漢堡是叫了all the way的 那就是 應該代表是有齊了所有材料 有齊了所有食物 那我醬子方面我就選了A1的steak sauce 還有 還有BBQ sauce 看看它裡面 有沙律醬白色的 然後我看到有BBQ sauce 還有也有很喜歡吃的酸的青瓜 但我很想有蘑菇 不知道它有沒有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蘑菇 很想有蘑菇 好 但我雜誌看不到它有沒有 不管了 先吃掉吧 它是即叫即煎 所以我拿上手還是暖的 這個是蘑菇還是 嗯 是蘑菇 好像有我要吃蘑菇 我個人來說其實我都蠻喜歡吃Five Guys 因為它超多醬 我自己是不喜歡吃一些很乾身的任何食物 所以它超多醬 我就會覺得吃得很juicy 不過也可能因為它多醬的關係 所以它的包也很快變軟 因為好像這裡 下面這一層 它大部分包都有熟的醬 那 對比起來就沒有Shakeshack的包那麼鬆軟 但它本身的包是鬆軟的 只是受了太多醬的影響 我想如果想吃一些鬆軟的包 不會受到那麼多醬的影響的話 可以嘗試點少一個醬 應該都可以的 但是它的牛那個漢堡 它那個漢堡扒 我印象中它是沒有Shakeshack那麼厚的 不過Five Guys它的漢堡扒 它們主打是不冰凍的 是新鮮做的 所以我覺得吃下去的漢堡扒 都不乾身 都好吃的 所以個人而言 我也挺喜歡吃Five Guys的 這個芝士Burger With all the way的材料 材料那些醬 因為它真的夠多醬 還有我覺得它那個發芝士 和我昨天吃到Shakeshack的芝士醬的味道 超級相似 好吃 而且我很喜歡它超級多料吃 即是又有菜 又有番茄 又有蘑菇 又有Pickles 很好吃 我終於吃完了整個包 吃完之後你真的會覺得很飽 但是我還有薯條是還沒吃的 我全部食材都是選了小的 但都是份量很多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吃薯條了 我很喜歡吃完的食材 即是我很少吃一包 然後吃薯條 這樣參加吃 它的薯條看起來都是屬於粗心的 而且它的薯條是連皮一起炸的 Five Guys除了它的漢堡扒 出名是不冷凍新鮮的 薯條也是一樣的 都不會冷凍的 都是新鮮炸好的 那我就這樣試一條 什麼都沒有碰的薯條 好吃 它的薯條 薯仔味很濃 而且薯條外面炸的那一層 是有一點點煙韌的 可能因為我買回來 放久了的關係 但是我想如果你真的新鮮吃的話 外面炸的那一層應該也挺厚 那你吃的時候也會挺脆實 挺好吃的 Five Guys的薯條 好吃 它的口感是很厚實 所以比起Chic Shack的薯條 我覺得Chic Shack的薯條是可以放久一點的 這個就會比較容易倒閉 你看它的外賣袋 是因為它放了很多薯條的關係 超級多油 真的很肥 外國呢 在美國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食物都有寫明卡路里 我這個小小的薯條 已經有500多卡路里 剛才的小小的Cheese Burger 也有500多卡路里 我還要因為我選了All the way 應該差不多600多 因為我全部都選了 好肥 我現在試一下把薯條 蘸的醋 第一口吃可能因為不習慣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吃一下又覺得挺好吃 等到時間點了醋之後 再點茄汁 我還是覺得點茄汁比較好吃 因為醋 一放進口的口感太酸 所以我個人就一般 可能別人的醋是點其他東西 不是給你點薯條 是我吃醋了整個方法 好了 今次就是我試吃Five Guys的影片 我會想再吃 因為真的挺好吃 而下次我也想試一下 Five Guys的其他食物 另外我看見Five Guys的Milkshake 那個奶色 都好像很流行 都好像很好吃 但由於實在太肥的關係 我這次就沒有買到 我下次也想試一下 總結就是我Shake Shack 和Five Guys都喜歡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然後我現在一邊看Youtube 一邊想吃東西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